接下來的話你們可以稍微改動 這個改動的話就是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這個A加B的部分 你可以改成A-B 然後print出來 A乘B 有沒有 A除B 依次類推 那比較特殊的應該是 這個百分比符號有沒有 這個地方在這邊指的是什麼呢 對 除完之後的餘數 OK 這個其實還蠻常會用到的 所以以後你看到這個符號的話 那你就可以就要知道很多地方可以用 比如說一個禮拜有七天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想要知道哪一天它是禮拜幾的話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除完除以七嘛 餘多少你就知道它是禮拜幾的 大概類似像這個概念 或者是那個蘭位你有幾蘭 你也可以不要有四蘭 你也可以讓它四蘭之後 餘四然後再跳到下一蘭 它才會有那個折 換到下一列的那個方式 那一般都會用百分比符號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像剛剛這一題 百分比符號對不對 假設這一題如果把它換成百分比 請問得多少 3除以5之後餘多少 對應該餘3嘛 因為它應該除完之後不會整除 所以應該會有餘數餘3有沒有 所以得到3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那個運算值 就是像那個除除 就是除完之後 除完之後只有沒有小數點的部分 只有整數部分 所以像32除以5之後 有沒有 它得到的除除的話就是6 因為它沒有小數點 OK 就是只要整數部分 它應該是六點多啦 有沒有 六點多那個不要 直接留整數部分 OK 所以如果你有除除的話 得到應該會是一個整數 如果除的話就是一個小數點 一個符點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還有百分 還有幾 有沒有 這個幾次方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用層層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邊可以把它改成層層的話 有沒有 那就是3的5次方 OK 這個應該還蠻常會用到的 這種敘述方法又跟其他的語言不一樣 那這個的話就是規則 你不要說老師為什麼它要這樣定義 這人家定義好了 我會有什麼辦法 OK 那你說老師可不可以改 當然不行啦 如果你要學牌廠 請你把它記起來 這有什麼原因 這沒有原因啊 那你可能要問那個設計者 他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OK 反正 所以很多時候 學程式就是規則就是不能變的 反正這個就是一定是這樣子 你就把它記起來就對了 OK 那你不要一直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個設計者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去設計 OK 就像之前最早那個什麼 不用宣告這件事 我覺得它也蠻巧妙的 因為以前學Java的時候 光宣告變數這一件事情 就可以上三節課了 還上不完 學生還搞不清楚 因為他的型態非常多 而且有些地方沒有宣告是不能亂的 OK 所以以前光學Java真的是 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 哇 學生是覺得噩夢吧 老師也覺得噩夢 哇 講很久還是沒辦法開始 而且以前學Java說光要環境要設定 就設定的也是大概 我想一節課應該也設定不完 因為他設定什麼環境變數啦 還有什麼一大堆的 也是很麻煩 所以我後來是慢慢希望說 因為畢竟程式最好是說你馬上可以打開 然後你也不用去記太多 因為你環境弄那麼多 你最後你也記不起來 一段時間沒用 你就不知道說 哇 怎麼辦 我要寫拍照 那環境還要還在把那個筆記打開 然後還照那個設定 還有時候還設定不出來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最好是打開 很簡單 你不用記太多 請你按一下這個 新有沒有 新建一個文章 然後把程式開始寫就OK了 至於 假設你們電腦 因為之前有人用過 它會有很多的設定 你不用管它 反正你就是先開一個新的 module 直接打上去就OK了 所以待會也許請各位 就是試著把那個運算值 稍微自己再練習過 OK 應該自己把它print一下 我們如果假設是用剛剛的這個範例 我希望多一個 就是加總結果為什麼 比如說我這邊用加的好了 然後我這邊希望 因為輸出是8 可是感覺太單薄了 所以希望前面有一個敘述 就是加總結果冒號 不過我覺得太長了 加總冒號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理論上就是把它加在一個文字 加一個文字在前面 那這個文字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文字敘述 就是加總冒號好了 加總冒號 OK Ctrl-減 縮小一點點 應該就字放不下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要跟其他的資料串接的話 你可以用加號 OK 就是這個加這個 OK 理論上 這樣的敘述方式 如果在VBA裡面是可以過 因為VBA 它如果兩邊的型態不一樣 它會自己幫你轉換 因為可能我是覺得VBA 那個B有沒有 是basic basic指的就是你們是入門的 入門的應該對於型態不會這麼注重 很容易出錯 所以它幫你轉 但是Python這個地方 它沒有幫你轉 所以你如果執行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看一下 馬上出現錯誤 有沒有發現 你一執行之後 如果假設你看到 這邊有一個錯誤訊息的話 你可能慢慢要習慣 要看懂這個錯誤訊息 到底表示什麼 它會怎麼去敘述 它會跟你講說 你這個地方的第幾行有沒有 它這邊會有個敘述 這邊有個敘述 你的第四行出錯了 有沒有 來四的地方有沒有 第四行就是這一行 有沒有 這邊有行號 那你這一行錯 可是問題是這個錯錯在哪裡 它會跟你講 講什麼呢 而且它跟你講說就是這一行 然後底下會有一個敘述 在冒號前面是最主要的 有點像標題 這個錯誤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Type-L OK 大家應該知道 形態錯誤 後面的話它有一個敘述 不過它這個敘述又像英文 又不像英文 它可以Can only Conculate 就是串接 那STR這個是要串接有沒有 串接實際上就指的是加號 STR的話 它實際上完整應該是String STRing 指的是文字 然後又一個瓜糊 Nutsint Nutsint的話應該怎麼表示 int指的是integer integer指的是整數的意思 他說如果你要串接的話 一定是要文字 那不能是int 不能是整數 然後後面又多一個toSTR toSTR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說真的它有點像火星文 完全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經常看 我能夠懂它意思 它的意思是說 你要能夠把文字跟整數 串在一起的話 那你必須要怎麼樣 這個不能是int OK 這個Nuts指的應該是這個 不能夠是 這個因為它是個8 8是一個什麼 整數對不對 所以它還跟你講說toSTR 意思是說請你幫我把這個8 變成這樣的8 就OK了 它應該可以懂吧 不過有時候光看這個 很多人都看不太知道幹嘛 好所以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 它已經告訴你答案 是說可能要理解 那怎麼轉 你說老師那我知道是把這個前後 加這個雙引號嗎 如果你把它加雙引號會變怎麼樣 執行會不會錯 執行不會錯 但是會變加總冒號ANS 因為你把ANS變成一個字了 它就不是變數了 所以它就 應該可以懂了 我 它會寫程式的人不會這樣做 OK 可是如果你不懂沒有關係 反正你以後不要發 其實就是把這個轉型 所以你們可能要再學一個 轉型的一個函數 OK 轉型的函數 如果像ECL裡面如果轉型 把數字轉文字 可能用什麼 用TEST吧 TEST是可以轉 這裡的話 就是在這個外面加一個STR 把它包起來 刮糊起來 意思就是說 我幫這個8的整數 先轉成有雙引號的8 然後再跟前面的加總 串在一起 這樣就OK了 我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其實沒有很難 但是很重要 我發現很多人沒有 一直卡住 對不對 其實說真的沒有什麼 但是就是沒有觀念就是錯 錯就是一直出錯 OK 執行一下 執行 執行 有沒有錯 沒錯 加總冒號8 不過啦 跟各位講 其實如果你是出錯 你實在不知道怎麼辦 很簡單 你直接把剛剛的錯誤有沒有 的程式 直接把它複製 貼上 問那個CharGBT 真的 像這個問題好了 你說老師 我實在我不懂耶 可不可以 我以後也不想懂 是可以的 你就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Ctrl-C有沒有 然後呢 開這個 然後就是 請幫我除錯 冒號好了 然後貼上 Enter 這樣就搞定了 看一下 你的程式碼有一個錯誤 因為在Python中 不能直接將數字和字串相加 沒有 它寫得好清楚喔 OK 需要將數字轉換為字串 後才能進行字串的串接 可以用 什麼跟我講的一模一樣 OK 好像 是好像這邊有 這個裝錄音嗎 OK 所以它就這個地方就幫你轉了 而且你會發現 轉完之後的結果好像一模一樣 對 真的一模一樣 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 然後你如果要把它複製程式碼 就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我看貼上應該就跟 有沒有 貼上之後的話 跟剛剛其實一模一樣 沒有問題 所以以後你說真的找不到錯誤 你貼過去 馬上 再複雜的程式 馬上可以找到錯誤在哪裡 真的太神奇了 這個對它還算是簡單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把剛剛的程式 再加上那個 加總 冒號的一個文字 加在前面 如果還有時間就是把那個 加減乘除這個練習一下 運算值 可以配合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 等於應該算是第二個單元 這個叫運算值 因為後面運算值會用到還蠻多的 尤其像那個什麼 百分比這個符號 求餘數 這個其實可能很多人不常用 還有像幾次方 這個也會用 那我們剛剛主要是利用STR這個函數 OK 那未來 還會有別的地方 會需要用到其他的轉型 包含就是說呢 轉 如果 文 剛剛是把數字轉成文字 可是未來如果要顛倒 把文字再轉成數字的話 那數字我剛才講過分兩種 一種沒小數點的 一種有小數點的 那你就要計另外兩種轉型的方式 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不會的話 將來就出錯就麻煩了 OK 試試看